安全超過20年 俄羅斯總統普丁年幼時期 跟家人住在破舊的公寓 在街頭被霸凌 他學會了 如果沒有辦法避免一戰 你必須先揮出 第一拳的生存法則 普丁他不相信任何人 甚至他還曾經用內褲下毒 對付政敵 每次一出場就展現王者氣勢 俄羅斯總統普丁 幾乎是無所不能 但這位熱愛運動 展現硬漢形象 卻是可能將世界推向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現代沙皇 出生於1952年的普丁 在貧困的環境中長大 每天睜開眼所面對的 就是到處亂竄的老鼠 當時老鼠將他逼到牆角 讓他學到什麼叫做走投無路 有一生才叫其他同齡者矮笑 使他經常淪為其他孩童 霸凌的對象 但個性強硬的普丁從未輕易認輸 年僅12歲就已經射入街頭鬥歐之中 學會如果無法避免一戰 你必須要先揮出第一拳的生存法則 大學畢業加入了KGB 轉變文面龍無形的情報特務 普丁不信任任何人 甚至還傳出曾用內褲下毒對付政敵 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是普丁的眼中釘 他遭到俄羅斯特務長期的跟遷 甚至在內褲上塗以神經毒攻擊 經歷過嚴格且專業的訓練 普丁就連走路時右手臂都會緊貼著身體 也就是所謂的槍手步態 讓他們在遇到敵人時 可以快速的拔槍 至於這隻隨時準備拔槍的右手 會不會在這場戰爭中按下核按鈕 現階段除了普丁之外 恐怕沒人說得準 記者不小心不到